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那么自从2023年10月7日 这个哈马斯主动挑衅以色列以来 这个以色列是毫不手软在加沙地区执行坚定的这个军事清剿政策 那么国际社会上对以色列这样的军事行动也是有很大的争议 有一些国家就说,哎呀,你不要打了 你看这个巴勒斯坦的难民 你看这个加沙地区,这些难民多么可怜 殊不知这些难民有不少是被哈马斯给胁迫的 那么以色列的总理本亚明内太尼亚胡就坚定的表示 这一次如果不把哈马斯给连根拔除的话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停止 其实啊,他这么说有多方面的因素 一个就是现实的考量 哈马斯如果不被铲除 他在一次跟恐怖分子的交战当中身亡 想用军事实力把以色列给掐灭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内能跟他对抗的 是巴勒斯坦的这种极端恐怖组织 尤其是当中的一个派别黑九月 那么这个组织采取的办法也非常的野蛮简单粗暴 我不跟你去正面军事纲 我就是用恐怖主义的这种行动 我劫持人质 你来交换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你干还是不干 那么过去的时候 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迫于各种压力 答应了以后 只能导致这个黑九月 这个巴勒斯坦极端主义分子 他的变本加厉 1970年 他们去劫持客机 想要换回人质 他们的要求得到答应 换来的是什么呢 1972年再次劫持客机 那么闹得最大的就是1972年9月 慕尼黑惨案 他们在慕尼黑奥运会上 劫持了这个以色列的运动员教练员 他们惨遭杀害 就这整个的黑九月巴勒斯坦 后来是愈发的猖狂 到了1976年6月份的时候 他们劫持了一架 从特拉维夫 京廷雅典飞往法国巴黎的这个班机 班机上总共有200多多名乘客 那么这架飞机从雅典起飞之后 不久就被恐怖分子劫持 然后在被班加西加了油之后 一路飞到了这个东非国家乌干达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乌干达的总统这个阿明啊 就是那个吃人肉的阿明 是一位大大的奇葩 他说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劫机饭 是我们的客人 那么在整个的劫机过程当中 这个劫机饭对这个人质进行了甄别 说是那个不是犹太人的 通通放回去 那么到此后 机组人员和100多名犹太人 在这个乌干达首都附近的恩德培机场的后机楼给关着 不但有他们还有乌干达的士兵在外围进行防守 那么这件事情传到以色列 怎么办吧 这个劫机想要营救难度是太大太大太大了 那本质上营救人质跟反恐 他的作战目的就是相悖的 哪怕你击毙了这个恐怖分子 人质受到伤害 那瞬间这次行动就从成功变成失败 那么除此之外 以色列和这个乌干达整个的直线距离 单程飞行需要4000多公里 如果长途奔袭 那个空中突袭的话 没有任何的飞机能够往返这段距离 而且整个的这已经不单单是这个恐怖分子的问题 还有乌干达政府的问题 如果一个处理不好 这么大的国际纠纷 那是非常非常难办的 这简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如果你不去解救这些人质 恐怖分子一定还会变本加厉 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内阁总理拉宾 他就反复思量 让以色列的摩萨德和总参谋部侦察营 这些精英部队联合制定作战计划 而且在这个时候 一线转机是什么呢 乌干达的邻国肯尼亚 跟乌干达速来不对付 这个时候肯尼亚是肯帮忙的 那么好歹这个飞机能够飞过去在肯尼亚去加个油 这样的话 整个营救行动在大体上就有了最起码的可能性 接下来就是情报搜集 摩萨德的特工从肯尼亚秘密的潜入到乌干达 他们有的人装扮成清洁工 拿在托把里的摄像头 把后级大楼的细节拍得一清二楚 而且大概摸清了这边上的警卫兵力 而且恐怖分子和人质的这些动向位置等等 到了7月3日的时候 拉宾总理下令执行这次救援行动 那么突击队员主要是由总参谋部侦察营 他们组成 那么带头的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总理的哥哥 叫约纳坦内坦尼亚胡 乘坐四架就这样 C130大力神运输机 从以色列本土一路长途奔袭到乌干达 那么这个难度非常大 那么首先 以色列周围几乎都是对以色列不怀好意的国家 为了避免乌干达提前知道消息 这运输机是超低空飞行 然后贴着海面贴着地面飞行 预计是在当天晚上11点钟左右到达恩德培机场 为什么这个时间 因为根据摩萨德的情报 这个机场每天晚上11点会有一架英航的飞机降落 那么地勤 有可能会把以色列的飞机认为是英航的飞机 这个跑道灯是亮着 那么果然 以色列的这个突击队就是在10点45分左右 第一架飞机开始在恩德培机场着陆的时候 跑道灯 灯火通明 这个时候 以色列他们使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 就是我手里拿着这个 他们的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为什么呢 这架飞机啊 它的起飞降落滑跑距离非常短 还没等这个跑道那边塔台的人愣过神来 这个飞机尾部的货舱打开 然后从这个货舱里面呢 是驶出来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还有那么几辆吉普车 那么这个也是侦察营事先安排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情报 这个阿明他非常喜欢的一种出行方式 就是坐着黑色奔驰轿车 然后旁边有吉普车搭载着这个护卫 而这个约纳内塔尼亚胡适 一马当先带着这个车队冲向了这个后级楼 后级楼里面 这个前面的这个乌干达的这些士兵 看到这个车队还想敬礼呢 然后就被以色列的这个突击队用冲锋枪所撂倒 然后很快 这些突击队员控制住了一楼的这些乌干达首尉 开始去在二楼去搜寻 这个时候有人拿着喇叭用西伯拉语高喊 所有的人质请趴下 这个时候就只要站着的人都会被轻角 不到几分钟的功夫 整个二楼的这个恐怖分子就全被打死 那么人质就获救了 那么以色列的这些突击队员带着人质回到这个大力神运输机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其他的三架运输机余罐降落 塔台上的这些人发现不好 想要关闭跑道灯的时候已经晚了 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上已经有士兵在跑道上设置了背降灯 那么这三架大力神过来之后 一边组织防卫防备乌干达军队可能的反攻 另一边把恩德培机场阿明这边的11架苏联制米格战斗机全部给炸掉 这是乌干达空军当时全部的本钱肯尼亚肯帮忙可以你把乌干达的空军给干掉 那么这个突击队员就完成了任务 那么等这些都完成了以后 四架大力神起飞消失在夜色当中 从第一架大力神落地到最后一架大力神起飞带走人质 总共过程53分钟 那么经典损失 以色列突击队员一人死亡 谁呢 队长约拿坦内坦尼亚胡 他第一个冲出去 第一个重弹 第一个倒下 那么人质当中有三名阵亡 是因为其中有一位就是没有听清楚让趴下的这个指令被误认为是这个恐怖分子而击毕 剩下的100余名人质悉数获救 那么严格来说 这次人质救援行动不算得上非常非常的完美 但是绝对算是大获成功 大力神在肯尼亚加了油之后 那么这些人质 他们换成航空公司的班机 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受到了海旋英雄一样的欢迎 当然了 那么这件事情对乌干达来说 对于总统阿明来说 相当于一个巴掌打在脸上 非常非常的响亮 恼羞承诺 他下令国内对于这个肯尼亚人展开大屠杀 几百人死于非命 那么整个这次恩德培机场事件 也暴露了这个乌干达 阿明政府他的外强中干 瑟利内人 那么几年之后 阿明政府挑起了对邻国 坦桑尼亚的战争最终战败 然后他也就只能灰溜溜的下台 那么这次恩德培行动 其实是整个主流社会 他面对恐怖主义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 面对恐怖分子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国际主流社会的办法 基本上都是予取予求 拖着再说 但是这次以色列人真正诠释了什么叫 虽远必诛 你的要求 我们是绝不能打印的 所以从此之后 世界各国第一 对恐怖分子开始强硬起来 第二 都开始想办法组建专门的反恐部队 来解决恐怖分子 这样的问题 那么以色列也正是因为 对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这样的强硬态度 最终让巴勒斯坦的黑九月 土崩瓦解 而巴勒斯坦整个的这个总趋势 是倾向于跟以色列的和平 1990年代 这样的和平似乎短暂的出现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同意和平的这些哈马斯 也越发极端 最终也终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恩德培行动 以及在这次行动当中阵亡的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哥哥约纳塔 的确是在以色列 甚至人类历史上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章 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 从各种角度上说 也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次 对哈马斯妥协 那么哈马斯杀害的那几千名 以色列的平民在天上看着他 他的哥哥也在天上看着他 好 今天关于这恩德培行动的话题 我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